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是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来跟我进行互动交流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讲解第四讲Linux常用命令 那么我们常用命令已经进入到第三部分 文件搜索命令的学习 在这部分里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跟搜索相关的Linux里面常用的命令 我们把这部分呢 分成两个小节 我们在这节课里面就讲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叫Find 可能啊我们在使用Windows的时候 大家也经常用搜索这个功能 有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点开Windows的任何一个文件夹 做搜索 都可以跟我们现在使用的Find Linux的命令Find是一样的 好 这里额外提一个小的话题 第一个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不管是Windows系统 还是Linux系统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说你搜索能找得到这个文件 而是最好尽量少用搜索 应该是你在整个的服务器的规划里面 把所有的文件都能够把目录结构规划得很好 东西不要乱放 就像你在家里面找衣服一样 如果不是你乱扔 那么可能这个东西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找 尽量我们减少搜索这个操作 因为搜索才会占用大量的系统资源 在我们前面第三讲里面也跟大家讲过 如果我们在服务器高峰期里面 实际上是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搜索的命令了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再讲一个额外的小话题 如果是在Windows里面我们进行搜索 这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的工具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软件 这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叫EverySIM 是一个免费的小工具 非常的方便 那么当然了 这个软件使用有一个前提条件 它第一个呢 它现在只有Windows的版本 第二个呢 我们在应用的过程里面 它只支持Windows的NTFS分区 因为它是基于NTFS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文件信息 来进建立这个索引的 那么在搜索的时候 它速度非常的快 在建立完整个的便利以后 比如说我要搜索我的电脑硬盘上面 跟Linux相关的 你就会发现 它直接很快的就把结果显示出来了 所以如果大家使用Windows的搜索 不妨试一试这个工具 叫做EverySIM 在网上很容易获得 好回到正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关于Linux的搜索命令 Fund 它跟我们使用的Windows搜索 其实原理上是一样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 Fund的命令呢 其实它使用的格式啊 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分成大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这个命令 那这是命令本身叫Fund的 第二个搜索的范围 就像在Windows里面 你是要在整个硬盘搜索 还是要在地盘搜索 还是要在地盘的某一个目录搜索 你可以指定你要搜索的范围的大小 和具体的是在哪一个位置搜索 这叫搜索范围 第二第三个部分呢 叫做匹配的条件 也就是说 我们搜索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搜索 可能大家用Windows在进行搜索的过程里面 用的最多的就是根据文件名来搜索 对吧 肯定是这样的 比如说现在我想找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可能记不太清楚它的名字或者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大概根据我们的一个记忆中 可能这个文件名里面包含哪几个字母 把它写上来做一个搜索 这叫搜索的条件 那在Linux系统里面 除了根据最常见的文件名搜索 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 比如说根据文件大小搜索 根据时间的属性搜索 等等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那么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 在Linux系统中 这个命令行下的Find的命令 常见的选项有哪些 Find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命令 它的选项很多 使用的方法也非常多 但是在我们常用命令的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常用的一些选项和用法 基本上一些简单的日常操作 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那我们就不介绍所有的这些选项了 因为太多了 可能如果我们要介绍Find的所有的选项 也许要讲五六个小时也讲不完 那么而且也没必要 我们只要掌握最常用的就行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选项有哪些 先来看一下我们最常用的 在Windows里面大家搜索的时候 用的最多的就是根据文件名来搜索 在Linux里面Find的这个选项叫-name -name根据文件名来搜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一会儿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们看一下 Find-ETC ETC呢这个就是我们指定的搜索范围 如果你想象在Windows里面全盘搜索 你只要写成根目录就可以了 它就表示我要在Linux系统下面 做一个全盘的搜索 然后要写上这是搜索范围指定了 再写上你搜索的条件 条件就是-name 指定这个文件名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写上你要搜索的文件名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搜索 假设我在ETC目录下面 -name做一个搜索 这个时候就把在系统里面的文件名叫 INIT的文件都把它搜到了 都把它搜索到了 但是你千万要注意一点 这跟Windows的搜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那么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在Windows里面搜INIT这四个字母 那么它不仅仅会得到文件名是INIT的文件 比如说文件名如果是INIT ABC也会被搜到 如果是INIT A也会被搜到 也就是说只要文件名里面包含你搜索的这几个关键字 这样的文件都会被列出来 但是Linux不是 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精准的搜索 只有文件名叫INIT 多一个字符都不可以 只有文件名是INIT的才会被搜索出来 那么这是很特别的一点 跟Windows有很大的不同 那你说我如果想像Windows一样 也做一个这样的模糊的搜索 只要文件名里面包含INIT这四个连续的字母 就把这个文件搜索出来 怎么办呢 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通配符 信号 可以这样做 信号可以匹配任意字符 也就表示说 只要这个文件名里面包含了INIT这四个字母 那么这个文件就都会被列出来 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练习 回车看一下效果 这时候查到了结果会非常的多 因为呢 只要文件名里面包含INIT的就都被列出来 比如说这个文件名叫rc.sysinit 这个叫init.d 那么你看到只要文件名里面包含了INIT这四个字母 就都会被列出来了 这就跟我们Windows里面 我们经常用的搜索是一样的 那这是比较常见的通配符的使用 信号 匹配任意字符 包括零购 也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匹配条件 这个文件名叫INIT 它一样也会被搜出来 好 那如果呢 我们再换一种方式 比如说 这种方式 这就表示我要查找所有的以INIT开头的文件 对吧 这就表示我们要查找所有以INIT开头的文件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经搜索 那么如果你还知道的更具体 你说呀 我就记得这个文件是以INIT开头的 后面是三个字母 那你可以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查找 我们可以这样做 Find-ETC-NAME INIT 后面是三个字母 用三个问号 问号匹配单个字符 就找到这个文件了 在ETC目录下面 只有一个文件是INIT开头的 后面是三个字母 就是INITTAB这个文件 那么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两个通费符 信号可以匹配任意字符 问号可以匹配某个单个字符 那么这是呢 我们需要大家知道的 关于文件名查找里面 比较常使用的方式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呀 我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我在ETC目录下面创建一个文件 假设叫INITTAB 大写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做这样一个查找 比如说 还是找在ETC目录下面 以INIT开头的文件 你会注意到 你刚刚创建的这个大写的INIT开头的文件 它并没有被搜索到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在Linux系统里面 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这跟Windows完全不是一回事 Windows里面 你搜索的时候 大写小写是不严格区分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查找的时候 不区分大小写 那么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文件名查找的选项 叫-INAME 好 那么我们用-INAME查找一下 试试看 我们把这条命令 把-NAME加一个-INAME 这时候你会注意到 结果会发生一个变化 即便搜索的文件名 它是大写字母来命名的 同样它也会被找到 所以-INAME其实-NAME的用法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只是它在搜索的时候 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要知道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第一组选项 根据文件名来查找 -NAME根据文件名查找 -INAME根据文件名查找 而且不区分大小写 可以使用星号来匹配任意字符 使用问号来匹配单个字符 这是我们要大家掌握的 第一种最常用的文件类型的搜索 但是你要掌握一个原则 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强调过 不要在服务器使用高峰期的时候 使用犯的命令来进行查找 然后在查找的过程里面 搜索的范围越小越好 能不在根部下面整个硬盘进行查找 就尽量别做这样的操作 搜索的条件越精准越好 搜索条件越精准越好 它找到的速度越快 消耗的资源越少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常用的选项 叫-size 根据文件大小来查找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呀 我们在Windows里面 假设说我现在大家都知道 不管你的电脑硬盘是多大 也经常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 可能用着用着这个硬盘就满了 在你清理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习惯 我喜欢先把那些 可能不常用的文件删除掉 比如说呀 我这个人呢可能比较喜欢看美剧的 下了好多的美剧 结果呢 下完了以后有的看完了 那么我就忘记删了 这个时候啊 我要清理硬盘的时候会怎么做 我就先搜在我的电脑硬盘上 大于100兆的文件有哪些 大多数都是那些电影啊等等 我先从这些文件开始删除 那么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在Linux下面 也想做类似的操作 怎么做呢 Fund加上你要搜索的路径 -size 用来指定 文件的大小 这里面有三种指定的方法 加号 减号 还有一个没有任何符号 加号表示大于多少 减号表示小于多少 如果什么符号都不用 表示等于多少 这个很少用 你说我要找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大大小小 正正好好的就是100兆 这这个一般来讲啊 我们很少这样去用 往往我们是要找大于多大的文件 或者找小于多大的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做 我们可以用加号 但是你 我们常用的一个写法 你记住 这个单位啊 是数据块 在Linux系统里面 一个数据块 一个数据块啊 是512字节 也就是0.5K 也就是0.5K 那么你需要呢 写的这个文件的大小 是用数据块来换算的 所以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要想查找大于100兆的文件 你得换算一下 100兆的文件 首先先换算成K 那么1兆等于1024K 100兆多加量0就行了 等于102400K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数据块等于0.5K 换句话说1K 1K等于两个数据块 那如果是1K等于两个数据块 102400K 等于多少个数据块呢 乘以为2就行了 这个文件的大小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例子里面 写的是加204800 因为就是这样换算呢 1K等于两个数据块 所以你要把你查找文件的大小 把它换算成数据块才可以 数据块就是Linux里面 存储文件的最小的单位 那么这个大家呢 默认的值是512字节 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如果我想查找大于100兆的文件 就可以这样做 204800 就行了 这个时候在系统里面 所有大于100兆的文件 都会被搜索出来 那么其实系统现在没有怎么使用 只有这一个文件 然后再查到这个存放在内存中的 -proc目录的时候 因为这个文件经常会发生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提示 这是正常的 可以不用考虑 好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查找大于100兆的文件 可以这么做 那如果有同学说呀 我现在想查找大于100兆 小于200兆的文件怎么办 这个我们后面需要讲一些 其他的连接符来实现这个功能 好 我们先看下一个选项 根据所有者来查找 比如说 我现在呀 想在Gonghome下面 找一下 这个选项叫Gonguser 我想找一下所有者 为沈超的所有的文件 比如正好这节课呀 沈超老师没有跟我一起录制 现在我就想把服务器上面 沈超老师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找出来 看看这个小子是不是藏了什么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做 在他的加目录的存放的位置 Gonghome里面 找一下沈超老师所有的文件 就都会一丝列出来 根据所有者查找 相对应的 也可以根据所属组查找 跟这个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把Gonguser改成了Gonggroup 就可以找到这个所属组 就是这个所属组 那么他所有的文件 好这是关于呢 根据所有者查找 那么除了这些基本的选项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使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根据时间属性来查找 时间的属性呢 有这样的三个 一个呢叫 Gong-A-Minutes 访问时间 就这个文件 什么时候被别人浏览过 被他看的帽浏览过 叫访问时间 比较难于理解的是 这个-C-Minutes和-M-Minutes C英文意思是称值 M英文意思是modify 都改变的意思 但是啊 改变的东西不一样 用-C-Minutes 改变的是文件的属性 什么是文件的属性呢 说白了就是 RS-L 你看到的这些 叫文件的属性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沈超老师的加目录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 这个是一个目录 他的文件类型 他的权限 他的所有者 所属组 最后修改时间的等等 都能看得到 这些叫做文件属性 也就是说文件属性 指的是这个文件的权限的 所有者所属组等等 这些用RS-L 可以看到的信息 那么如果文件属性被改了 这个用的选项 是-C-Minutes 那么-M-Minutes呢 这指的是文件内容被改了 比如说 我现在呢 打开了一个文档 把文档里面删除了几行 或者增加了几行的内容 这叫文件内容被改变 这两个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那这三个选项呢 是经常使用的一个 时间的一个查找的属性 那么 时间指定的数值 这里面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这种使用的方法 也都是一个跟文件大小差不多的 加减等号 加号表示超过多长时间 减号表示多少 多长时间之内 一般最常用的就这两个 这个例子呢 我们写的就是在ETC目录下面 查找一下五分钟之内 被更改过文件属性的 文件有哪些 就可以这样做 5分钟之内 如果超过五分钟 就是加五 就可以这样写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操作 可以试试看 什么时候可能会用这个 假设说呀 在我用这个服务器之前 可能沈超老师做了一个更改 改了一些服务器下面配置文件 但我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一个 我还不太想问他 那么 我就可以查看一下 比如说文件内容被改变过的文件有哪些 -m minutes 我找一下30分钟之内被改变过的文件有哪些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找个照 30分钟以内 文件内容被改变过的 就可以看得到 好 这是关于呢 根据文件属性来进行查找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三个选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更复杂的一些 Fund的连接的一些选项 第一个呢 -a和-o 我们前面呢提了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要查找大于80兆 小于100兆的文件怎么办 那么 你必须使用一些连接选项 最常用的就是这个-a a呢 表示and a表示and 也就是说两个条件必须都满足 就像这个例子里面一样 -size加163840 这个是80兆 我要查找大于80兆 同时-size-204800 小于100兆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都符合 才把它列出来 就可以 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查找的应用 -o呢 跟它相反 a表示and 两个条件必须同时都满足 而o呢 表示 或者 两个条件只要满足其中一个 就符合这个查找的匹配 就把它列出来 好我随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 那么书上的这个幻灯片上例子我就不举了 我们来看一个别的例子 假设呀 我在etc下面查找以init开头的文件 会找到很多结果 那我们会找到很多结果 那么现在呢 我先 我现在呀 加一个条件 我查找到init开头了 我只想看文件 但它肯定找到的也许有的是目录 我不想看目录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再学一个常见的选项 叫-type -type可以根据文件类型查找 那么 f呢就表示文件 最常用的 d呢表示目录 l呢表示我们前面讲的软链接文件 如果你想在查找的时候 你只想看目录 只想看文件的话 你可以加上-type这个选项 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 我只想看文件 -type f 这个时候你看到 列出来的都是在etc目录下面 以init开头的文件 如果我把这个改成d 这个时候列出来的 都是在etc目录下面 以init开头的目录 就可以这样做 这是-a 它的作用 这是-a它的作用 -o呢 跟它差不多 我就不举例了 只不过是满足这两个条件 任何一个就可以了 就会把它列出来 这是呢 比较常用的一个fn的查找 一个连接的选项 -a和-o 你可以把前面的选项 配合起来 灵活使用 还有一个连接的选项呢 是可以把fn的查找的结果 我们做一个 直接做一个操作 这个格式看起来比较复杂 那么是这样的 前面呢 正常还是写上fn的 我们要执行的查找的命令 找到了这个结果以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execute 或者是-ok 直接连接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 可以定义 要对这个fn的查找的结果 做什么操作 比如说 查看一下它的详细信息 ls-l 后面呢 是固定格式 其实你可以死基因背下来就行了 为了便于理解 我简单解释一下 这两个花块号呢 表示的是前面fn的查找的结果 因为fn的查找的结果 不一定只有一个 可能是有一百个 啊 包括表示 对fn的查询的结果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整合 这个 这个替换呢 斜杠呢 表示替换符 表示转意符 表示转意符 转意符 那么这个我们后面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到 分号呢 表示结束 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是一个固定的格式 我们看一下 演示一个例子 我们用fn的在etc目标下面 查找inittab这个文件 找到以后呢 还不够 可能我希望呢 找到的结果里面 直接查看一下 它的详细信息 rs-l 然后空格 花块号 空格斜杠 分号 注意这个空格的 对找到的结果 可以直接做这样一个操作 甚至你可以把找到的结果 直接做一个删除 但是这是一个系统文件 所以我们不做 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的 好 那么这里面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操作 我在etc目标下面 找init开头的文件 然后呢 我可以找到啊 我加一个条件 我只找文件 那么你会看到 在有的一些资料里面 这个犯的命令很长 他甚至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再做这样一个设置 -executels-l 发过号 斜杠 分号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意思是 我要在etc目录下面 查找init开头的 而且我只要文件 不要目录或软链接 找到以后干什么呢 我显示它的详细信息 用ls-l 来进行一个操作 所以你看这个犯的命令 其实很长 但是从这节课学下来以后 你知道这个东西 也并不复杂 -execute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里面的-ok 跟-execute 都有什么区别呢 假设以这个为例 把它改成-ok 最大的区别 就是有一个询问 确认的环节 假设你要查看详细信息 可以这样做 他一个一个问你要不要看 你要不要看 就按n 就可以这样做 比如啊 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些 这样的操作 你需要确认的话 比如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犯的刚后面下查找 找到所有审超老师的文件 找到以后要干什么事呢 我要把它都删除掉 我要把它都删除掉 删除是一个很谨慎的操作 所以呢 我这里面用一个-ok的选项 这时候我就可以确认 这个要不要删 那么要删我就回答yes 不删就回答no 那么这是什么时候用-ok 他只是可以用来询问确认 他可以把办的执行的结果 用这两个连接符 直接对搜索结果 执行一个操作 这是呢 关于这个连接符 最后呢 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选项 叫-i number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一个支持点 叫i节点 i节点呢 我们可以使用rs-i来进行查看 rs-i可以找到每个文件的i节点 那么给大家举个例子 -i number 什么时候使用啊 第一个最常见的用法 比如说我touch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可能假设说啊 这个文件呢 可能叫沈超 然后 这个帅哥的 沈超空哥帅哥 那当然了 这个把沈超老师和帅哥放在一起 这个我多少有点伪心的 好 那么创建了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时候啊 你发现你在删除的时候 是比较麻烦的 你这样来删除 其实他是不行的 因为他会认为你要删除两个目录 一个叫沈超 一个叫帅哥 因为沈超和帅哥是没关系的 那么我们前面呢 在给大家演示操作的时候 讲过这个方法 你可以这样做 直接用双引号把它引起来 把它变成一个整体 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或者有些其他七型怪状的文件名 我曾经在一台服务器上看到 也不知道那个用户怎么创建出来的 一些很七型怪状的文件名 我用RM上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那你怎么样把它删除掉 很简单 万变不离其宗 每个文件都会有一个I接点 RS-I可以看到 沈超空哥帅哥这个文件 它的I接点是31531 怎么做 犯的 当前目录下查找 我们前面讲过点表示当前目录 犯的点 在当前目录下查找 查找什么呢 这个选项 -I number 然后写上它的I接点31531 找到以后怎么办呢 execute RM把它删掉 固定格式 这时候这个文件就被删掉了 当然你可以查看这个文件内容 也可以看信息 我可能就不想要沈超 空哥帅哥这个文件 我们RS再看一下 你看 沈超空哥帅哥这个文件 就已经被删掉了 你记住在Linux系统里面 每个文件必须有个I接点 所以如果有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文件 你都不知道文件名怎么创造出来了 你想把它删除掉 或者想做它 对它做其他操作 看一下文件属性 可以用我这种方法 根据I接点来查找 包括什么时候还可以用 你怎么知道一个文件 有没有硬链接呢 你只要看这个文件的I接点 然后在整个它所在的分区里面 因为我们说硬链接不能跨分区嘛 你在这个文件所在的分区里面 做一个搜索 找I接点是你指定这个数字的文件 它就会把它的硬链接找得到啊 用这种方法 你能找到任何一个文件的硬链接 因为它们I接点是相同的 我们的I接点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选项大家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好那么在这一节课里面 为大家介绍了Fund最常用的一些选项和用法 那么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Fund我们在经使用的过程里面 常见的选项有这几个 根据文件的名来查找 -name 查找的时候不区分大小写 -iname 使用的通配服 新号 匹配任意字符 问号 匹配单个字符 如果根据文件大小来查找 -size 加号 大于多少 减号 小于多少 根据所有者所属组来查找 -u -group 想查找 例属于某一个文件 某一个所属组中 所属组的文件 可以用-user -group 根据时间属性来查找 根据访问时间来查找 -exize minutes -amin 根据文件的 文件属性的更改来查找 -c minutes 根据文件的内容更改来查找 -m minutes 这是三个文件时间属性的 这样查找的方法 再有我们补充的 根据文件类型来查找 -type 文件就是f 目录就是d 软链接就是l 根据ig点来查找 -inumber 这是最常用的一些范子查找的选项 那么如果想连接两个条件 -a 表示两个条件必须同时都满足 -o 表示两个条件只要满足一个就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命令连接的执行符 可以对搜索结果直接做一个操作 可以用-execute或者是-ok 二者的区别只有一个 就是-ok 会询问确认 然后固定格式空格 发括号空格 斜-分号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在常用命令部分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fand的比较常用的选项和使用的方法 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我们下节课继续讲其他的搜索命令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